好 求的就是姚姚 马上就一举拿下了金马奖这家新人奖 今天前主席蔡英文尴尬地说 那就恭喜她吧 不过吕秀莲跟游锡坤不甘示弱地讲 说你选项马英九那种长得好看的根本没用 他们还呛说姜还是老的辣 气球座的小青蛙带头上 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和民众野餐打成一片 虽然完全看不出来年近60大关 不过外界对党内参选人一片年龄过大 检讨声浪蔡英文回答的小心翼翼 我倒不觉得年纪是一个问题 蔡英文替游锡坤 吕秀莲缓夹 前一天苏贞昌更拿姚姚做比喻 什么事情都只有看年纪 那我看江慧啊 阿妹啊 早就输给蔡依林 输给姚姚了 姚姚再年轻再杀都比不过 细水长流的阿妹 江慧等唱将 苏主席言下之意游锡坤 吕秀莲 就像政坛江慧 但糗的是 得奖的是郭书瑶 才说年纪大不是问题 但年轻的瑶瑶就一举夺下金马奖 最佳新人奖 牟头不在自己身上蔡英文回答得轻松 但当事人这口气可是吞不下 本来就是嘛 要看年龄我就讲就找幼稚园好了 姜是老的辣 马云九 毫力强都是高学历 然后都长得很好看 但是结果把台湾带向哪里 强调资深还是最强 但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现在频频争出头 就是不能印证下一句话 三立新闻 徐宇威 林云凡 台北采访报道